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欢迎收看我的探索新世界第76期 小伙伴们,上一期咱们已经把这个透明玻璃块的地面给搞好了 现在我准备把这一片区域再次用蓝图复制下来 这边角落已经放上一个复制方块了 咱们就到另外一个角落也放上另外一个区域复制方块 老样子,把角落的玻璃块敲掉,放上复制方块 然后再来把它后面这个岩石砖给敲掉 接着从它后面放上蓝图工作台 再次填进空白卷轴 直接给蓝图取名就叫透明玻璃块吧 好嘞,蓝图搞定以后 咱们就先在这透明玻璃地面随意的放出来 然后确认一下这蓝图的方向 呃,我大概是知道了 那好,现在可以把它敲掉拿走了 然后,然后,咱们跳到背后的水下面去 接下来,咱们要游到这岩石砖围墙的最底部 然后把蓝图给放出来 OK,游到底了 先把这角落的两个岩石砖给敲掉 然后咱们再游到这里面看一下这中间区域的情况 哎呀嘛,这里面好像细砂块清楚的不平整呀 那这就尴尬了 有可能会影响到我铺贴这下面的玻璃地面呀 现在,咱们还是顺着刚刚敲掉的缺口游出去 然后,在这一块岩石砖的上面放出蓝图 诶,现在只剩下一格缺口了 游都游不进去了 那,咱们再敲掉一格 然后再游进去 诶呦,还好有重新进来看一下 放错蓝图了 那就再游出来 再重新换上一张呗 哎呀,赶紧赶紧 已经在缺氧掉血了 临死之前,让我把蓝图给放出来呀 哦了哦了,及时的放出来了 不过,还是得进来检验一下 蓝图放置的位置对不对 现在,咱们要快速的游到对角去 然后看一下蓝图的框框 是不是跟角落对应上了 哎呀妈,游得我累死了 终于来到这边角落了 哎呀,尴尬了 我可以认真复制的告诉大家 蓝图的位置放错了 因为这边缘 还有一排没有被这个蓝石框框给覆盖到 然后另外一边 又直接穿出了岩石砖围墙 哎呀,我知道了 蓝图放错角落了 现在,咱们得回去拿上换个位置了 哎,我没被淹死 也会被累死的吧 总算是又游回来了 先把蓝图拆掉拿走吧 现在,咱们要重新找个角落放出蓝图了 第一次搞错了 接下来的这个角落 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肯定是正确的 不过这个角落 咱们要拿出钻石场 把周围的一些细砂块给清除掉 到了底部 乌漆漫黑的 我都快瞎了 照样是敲掉了两块岩石砖 先把蓝图在这个地方放出来 哎呀妈 直接被淹死了 淹死就淹死吧 工作还是得继续的 蓝图放上以后 还是把这块岩石砖敲掉 然后进去看一下位置对不对吧 哎,我干嘛要在这水里面看啊 应该上面也看得到吧 反正现在又快要缺氧了 咱们赶紧游上去吧 哇塞 来到这上面 已经是天黑了呀 好嘞 周围烟花已经放出来了 咱们赶紧跑到角落 去看一下蓝图稳不稳合 哎呀 尴尬尴尬 好像水太深了 看不清呀 那得把玻璃块敲掉 再一次游到水里面去看一下了 哎哟 好像是这角落还有细砂块 所以才看不到蓝图的框框 哇塞哇塞 我怎么感觉这个角落 残留了一大片细砂块呀 远处的一些地方 蓝图是没有被细砂块给覆盖到的 那好吧 咱们现在还是赶紧回到这角落 把细砂块干掉 就能看出位置对不对了 握了个去 连灯笼鱼也来欺负我呀 哎呀哎呀 一重生都摸不着方向了 在哪 在哪呀 好嘞 找到了 赶紧敲 这么看下来 这个位置的蓝图是完全正确的了